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在過去一天,中美兩國都來見網 有內地傳媒更加形容為 或者是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對中國攻擊最猛烈的24小時 美國先後搞出了多個動作 同時從三個大方向向中國展開攻擊 美國時間9日開始的民主峰會 基本上就是著眼於地緣政治的打壓中國行動 與此同時,美國眾議院在一天內 先後通過三項針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法案 號稱展開了各政黨高度共識 這是比較罕見的 在台灣問題上,不單止美國總統安全顧問沙利文 狂妄地說美國將會採取一切行動 確保大陸武統台灣永遠不會發生 而美國的軍政高官都在議會發言 希望增加撥款,提升台軍的作戰能力 在美國政客高官王元一日後 就接到中國的重磅反擊 當地時間9日晚 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宣布和台灣斷交 承認一個中國 短短三個半小時後 中國官方也發布消息 中國和尼加拉瓜在天津簽署恢復外交關係的公佈 10日上午,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 和尼加拉瓜外長蒙卡達舉行了視頻會誤 還會見了正在中國訪問的尼加拉瓜政府代表團 王毅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已經成為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尼加拉瓜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決斷 和中國恢復和發展正常關係 和絕大多數國家一樣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中美復交完全符合雙方根本和長遠利益 必將得到兩國人民的歡迎和支持 兩國要勞足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 有序推進各領域的交流合作 不斷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創造福祉 而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在社交媒體 Twitter上發佈了一張意味深長的對比圖 上面有兩組的數字 181和14 這兩個數字代表著什麼非常明顯 隨著尼加拉瓜和台灣斷交 自此台灣當局只剩下14個邦交國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國總數 也隨著尼加拉瓜復交上升至181個 這條推文中華春瑩還同時配搶了文字 寫著181vs14 這就是世界人心所向 這就是歷史大勢所趨 目前台灣當局的友邦 只剩下盧魯、白樓、圖亞魯、馬兆爾群島、 百利茲、聖民森特、和格林勒丁斯群島、 毅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 巴拉圭、聖路西亞、聖基茨、和尼維斯、 斯威士蘭、梵蒂岡這14個 而這次尼加拉瓜和台灣斷交 路透社就認為這是對美國一個打擊的 美國國務院就發佈了一份聲明 將矛頭直指尼加拉瓜現任總統奧爾特加 聲明指責他在今年11月7日的一場虛假選舉上 並沒有權利將尼加拉瓜從美國的民主大家庭中移除出去 如果沒有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所帶來的授權 奧爾特加的行為就不能反映尼加拉瓜人民的意願 這些人正在繼續為行使民主、人權和基本自由而鬥爭 聲明指台灣為西半球國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的經濟和安全利益 美方鼓勵所有重視民主制度、透明度、法治和促進本國公民 經濟利益的國家擴大和台灣地區的接觸 同時聲明還說 尼加拉瓜人民在民主經濟增長中失去了一個堅定的夥伴 不過事實上這次尼加拉瓜宣布和台灣斷交 美國也有一份大功勞 可以說是華盛頓送給北京 這次是尼加拉瓜史上第二次和台灣斷交 兩次相隔36年 而且都是由奧爾特加主政的 奧爾特加現年76歲 他在1979年取得政權後 在1985年12月首次宣布和台灣中斷外交關係 中國和尼加拉瓜在1985年12月7日建交 但在1990年查莫洛夫人上台後再度承認台灣 同年11月9日 中國政府宣布終止和尼加拉瓜的外交關係 奧爾特加隨後在2006年再次當選總統 此後對台灣的態度相當曖昧 中美洲多數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 但尼加拉瓜在奧爾特加執政期間多番批評美國 從2018年開始 美國和尼加拉瓜就開始打口水戰 奧爾特加長期對美國持批評的態度 他指責美國大搞擴張 想叫其他人卑躬屈膝 美國就指責對方政府在尼加拉瓜之村中 用暴力鎮壓民眾 稱他的政權是缺乏民主的 隨著奧爾特加在11月初的總統大選中連任 美國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不友好態度 決定禁止尼加拉瓜政府官員進入美國 他們宣稱是尼加拉瓜政府鎮壓行為迫使美國採取這個行動 並將尼加拉瓜政府和當權者施加制裁 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也宣布對尼加拉瓜實施針對性的制裁措施 其後拜登簽署了法令禁止奧爾特加和他的太太 和其他政府官員進入美國 而美國早前還評擊尼加拉瓜舉行的大選是受到操控的 既不公平也不自由 當時就有分析指出 美國這樣做可能刺激尼加拉瓜 向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靠攏 2018年政治危機爆發以及新冠疫情尼加拉瓜的GDP 近三年來已經累計收縮了8.8% 美國的進一步打擊令尼加拉瓜陷入了更嚴峻的困境 和中國復交成為唯一的選擇 路透社的分析就指出 這次尼加拉瓜和台灣斷交對於美國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打擊 一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就說 美國對尼加拉瓜實施制裁導致它缺乏影響力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而在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幾個月後 奧爾特加已經是受救了 有朋友就問美國應該知道對尼加拉瓜極限施壓 很大機會將它推向中國大陸一方 為什麼美國不顧一下台灣方面的顏面呢? 其實這個正正是美國被稱為霸權主義的地方 美國就是全世界都要聽完它的指令 它要求中南美洲的國家服務於美國的國策 根據官方的數字 2021年在美國南部邊境被拘留的尼加拉瓜人數量急劇上升 從1月份的575人增加到7月份的13000多人 這個引起了美國邊境壓力 並激發了國內的輿論針對尼加拉瓜 所以美國多番要求奧爾特加配合 但很明顯這個尼加拉瓜總統不聽美國之頂 所以美國就要用極限施壓 至於台灣民進黨根本就不在美國決策過程中考慮到的問題 說知你蔡英文是否感到難堪 到事情發生了 他又會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他們接納回台灣 再繼續打台灣牌 所以立陶宛也好 台灣也好 都只是服務於美國利益的棋子 這個也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尼加拉瓜成為了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來 繼巴拿馬、多明尼加、薩爾瓦多、 所羅門群島等國家之後 第八個與台灣斷交的國家 即是蔡英文從馬英九首相接任後 台灣的友邦數量就從22個降至14個 中國與尼加拉瓜復交對民進黨當局和一些美國政客心目中 可能是曾經擔心過 但仍然感覺始料不及 就在上個月他們還忙著在 尼加拉瓜倫國洪都拉斯救火 原來中國已經靜靜起革命 這次可以說對美國和台灣都是重擊 另外也可以對立陶宛等正在操弄台灣議題的國家 起到敲打的作用 不過正如路透社分析 對於美國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打擊 北京也非常清醒準備好迎接美國的瘋狂攻擊 一向了解外交高層動向的環球時報 就引述美國事務專家說 美國一直都視美洲是美國的美洲 如今尼加拉瓜轉向 華盛頓一定會覺得很無貶而配感憤怒 除了外交上的譴責 相關制裁舉措估計也是醞釀中 但美國此前已經對尼加拉瓜實施過多次的制裁 制裁的大棒還能發揮多大的效力 還有待觀察 接下來在提高台灣的國際可見度方面 美國還可能會繼續發工 專家預測在聯合國體系下 美國可能將繼續進一步推動台灣加入 雖然不可能得逞 但就會為中國製造麻煩 而在美國主導的一些跨國軍事訓練中 就可能拉入台灣 這方面美國已經在做 預計未來還會進一步加強 而在美國主導的多邊機制中 也會把台灣拉進去 民主峰會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未來一段時間裏 美國、日本、一些歐洲國家 也很可能會繼續打台灣牌 中國還有幾場硬仗要打 不過由於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成長中 在此消比獎之下 台灣問題的解決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今天的分享是不多 好